自己的车子肯定自己最上心了 现在大家网上买机油 选更好的机油 用更便宜的价格 这换自己其实也是可以动手试一下的 做得好的话很有成就感的 今天做个视频跟你分享一下 换机油前先把车子发动起来 热车个10分钟左右 让发动机里面的机油热一下 流动性比较好 也更容易放得干净 接着就是把这个车子举身起来 轿车底盆比较低满 爬不进去的也就没有办法换了 SUV的话直接爬进去 就不需要做这一步了 这里倒是不介意各位朋友 用千斤钉把车子顶起来 它是有危险的 万一滑一下 边上有人推一下 这个车子压下来怎么办 最好是用这种坡道板 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 直接开上去就搞定了 然后爬到车底找到这个放油螺丝 放油螺丝一般都在油底壳上面 是上面最大的一颗螺丝 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如果你不知道哪个是油底壳 你只要打开发动机舱 找到发动机的那个位置 油底壳一般就在发动机的最底下 不过有些车子是有发动机护板的 那先要把它拆掉才能看到放油螺丝 那放油螺丝一般需要19号的扳手 这个提前准备好 拧螺丝前记得戴好手套 同时在底下放一个桶或者脸盆 来接这个放出来的旧机油 还有就是把加油加注口的盖子打开 这样可以利用大气压强的原理 让机油很顺畅的流出来 那这些都做好之后 把放油螺丝拧开 这个时候旧机油就是从放油螺丝孔里面流出来了 那你等它放完就行 那放完机油之后 倒是不建议把旧的放油螺丝 是在拧回去 因为有很多车子 它放油螺丝的那个垫片 它是金属的 用过一次之后就变形了 最好是换新的垫片 或者是新的放油螺丝 这样可以降低这个漏油的风险 很多维修店不管这些东西的 旧的直接给你装回去玩 是打没事的 你是新车不要紧的 所以自己来上新一点 好处就在这了 那新的放油螺丝装好拧回去 接着换滤芯 这台朗逸的机油滤芯 是在油底壳上面的 有些车子是在发动机舱里面的 换之前的话可以看一下手册 或者是直接打开来看一下 换机率需要专门的换机率扳手 用手的话就需要大理出奇迹了 这个机率扳手 逆时针把机率拧松 然后用手把机率拧下来就可以了 记得拧下来之前 接一个桶也是会有机油漏出来的 而且机率里面也会残留机油 拿的时候注意点不要倒过来拿 接着机率附近擦干净 新的机率装上去就完成了 那么机率装好之后就是加机油了 那添加机油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搞一个漏洞 不然的话你瞄不准漏出来 这很麻烦对不对 那一般放了多少机油出来 再加多少机油进去就可以了 那一般车子能放出3到5升左右的机油 拿不准的话呢 那建议先加个3升左右 然后用机油尺量一下 慢慢来好了 那么机油处在最低最高刻度位置之间 也不要先急着收东西 最好先把车子点火怠速个两三分钟 让机油这么流动一下 填满发动机的内部这些边边角角 和新换的这些机油滤芯 你再用机油尺量一下 你会发现机油刻度明显会低一点的 这个时候你看要不要再加一点机油 让它恢复到正常刻度就可以了 最后呢再检查一些刚换上去的机率 放油螺丝 有没有漏机油 看一下 哎 没问题 那换机油就算是完成了 如果你觉得这样换机油还是太麻烦 也觉得没什么成就感不好玩 也可以使用这种换机油神器 电动的价格100块钱左右 也不是很贵的 换的时候呢 一头管子通过机油尺的口子戳到底 然后呢一头管子接这个废油壶 按一下看乖 就机油抽出来 也挺方便的 也不要什么放油螺丝了什么的 也不用把车子举起来了 不过呢它抽机油有点慢 我们前后花了20分钟左右搞定 而且呢抽的也不算是最干净 朗逸换一次机油呢 大概是3升多一点 它呢就抽出了2.5升 那总结一下的话呢 举身起来换呢 放的更干净 速度也更快 那换机油神器呢方便不少 但是速度会更慢 抽的呢没有那个放的那么干净 那这两种方法更有利弊了 我自己的话呢 还是推荐举身换的这个方法 放的更干净一点 对发送机也更好嘛 你觉得我今天视频做的不错呢 大力点赞支持一下 点的越多 诶 权重推荐就特别好 看的人多了吗 我爽了吗 要做更多更好的内容给你 对吧 记得转发 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按钮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能收到一条 汽车知识或者小趣闻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